台东最南端赏梅区大五山珠窟 海拔有325公尺高 山区的梅树终于是绽放了雪白花朵 而梅园是当地居民早期摘种梅树采收梅子使用 摘种大约有300棵的梅树 最近几年成为台东最南端的赏梅景点 春节期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上山赏梅 一朵朵白色的梅花绽放枝头 蜂蜜在花朵上飞舞彩蜜 这是大五香山珠窟休闲农业区 目前正值梅花开花时期 吸引许多民众趁着春节假期特别上山赏花 吃饭的时候问当地人说 这边有梅花我才上来看 大五香山珠窟休闲农业区海拔大约325公尺 种植约有300棵梅树 近年来成为台东最南端赏梅景点 不过在地南新村长也呼吁提醒上山赏花的民众 保持梅园的环境整洁 来赏梅以外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游客 保持我们梅园的一个场地的环境整洁 垃圾不乱丢啦 让这个美景继续的可以延续下去 给后续来的游客也有一个更好的赏梅的环境 欣赏美景之余 也不要惊动正在采蜜的蜜蜂 避免遭受不必要攻击 而梅农表示 若这次蜜蜂兽粉效果好 预计今年将有不错的梅子可以收成 就达结大午想不到